日前网路疯传鸡排妹的成人影片让媒体也争相报道 虽然鸡排妹立刻在自己的脸书上反击她不是影片女主角 甚至影片截图下来表示我的奶没这么大 不料却导致片中女子再度受到伤害 传出甚至在家亲生所幸获救 被害女子的母亲打算对鸡排妹提告 警方也表示鸡排妹将布衙照片贴在自己的脸书上已经触法 巨大界此段心爱影片是被害女子三年前就读大学时 被当时男友偷偷拍下来 不料两人分手后前男友疑似为了报复将两人的影片散布在网路上 当时就造成被害人身形受创一度想要亲生 前男友也因为散布布衙影片被判刑两年半定宴 但没想到在前男友复兴前影片又遭到散布 加上鸡排妹又在截图自清 更是让女子恶毒受创 受害者家属表示女儿辗转得知鸡排妹的发文后更是受到打击 不吃不喝想要自杀 让家属十分担忧 鸡排妹得知自己的发文惹来如此大的风波感到十分的委屈 表明自己只是在澄清也有打马赛克 如果对方真的想要提告应该要告散布影片的人 她也愿意帮忙处理食费 YES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导